大家好,这里是小川肯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英国的犯罪剧情片《替罪羊》 约翰是一名无亲无故的穷教士 他温文尔雅,深得学生们喜爱 但是他没有背景,只能被有关系的新教师顶替 约翰倒是很乐观,也没有任何抱怨 甚至饶有兴趣地去徒步旅行 途经一个酒吧的时候 约翰尖压地看到有个人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对方讲的约翰也倍感震惊 这场奇妙的偶遇让两人一见如故 可是,二人虽长相相同 但地位却天差地别 约翰的父亲是个穷苦矿工 他把上学的梦想都寄托到了儿子身上 所以约翰才有幸读完大学 找了份体面的工作 而那个满身华丽的男子 却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傅少爷继承了家族企业 他生性繁烈,最爱华天酒地 傅少爷很羡慕约翰的自由自在 他厌恶自己的家人,讨厌被工作缠身 傅少爷本来已经搭上了回家的火车 但因为他搞砸了生意 不想回去面对烂摊子才留了下来 这晚,两人不知喝了多少酒 直到凌晨才去找旅馆休息 第二天一早,约翰被敲门声吵醒 发现傅少爷不知所踪 自己的衣服和行李也都不见了 原来傅少爷昨晚是故意灌醉约翰 然后打电话到家里派司机来接自己 尽管约翰如何解释自己不是傅少爷 司机都非常恭敬地要请他回家 当约翰看到门口那辆劳斯莱斯的时候 瞬间安静了下来 他甚至不敢相信司机会同意他亲自驾驶 但由于紧张和生疏 约翰不小心挂了道道 直接把车屁股给蹭了 约翰顿时慌了身 赶忙说自己一定想办法赔偿 司机不以为意 顺势把约翰推上了后座 约翰就这样稀里糊涂地 跟司机去了傅少爷奶气派的庄园 走进大厅的那一刻 约翰震惊了 他做梦都不敢想自己会住在这种地方 等他冷静下来才想起 司机只是认错了人 就在约翰转身离开的时候 傅少爷奶气派的庄园 女儿以为是父亲回来了 他十分想念父亲 希望父亲能陪陪自己 约翰不知道怎么解释 便顺口答应下来 刚准备开门离开 妹妹 妻子 嫂子什么的 也都跑出来嘘寒问暖 原来傅少爷下火之后 却失去了联系 家里的人担心他的安危 厂子里的人担心生意 约翰又一次解释了自己的身份 但妻嫂只觉得 约翰喝多了还没清醒 之后女仆走过来告诉约翰 母亲正在楼上等着他的消息 约翰见解释不通 只好先默认了这个身份 可是他并不熟悉这里 跟做贼似的在楼上瞎晃悠 误打误撞之下 约翰进了嫂子的房间 没想到嫂子一见约翰 就急切地抱上去一通狂吭 约翰有些梦圈 你别说这个家还挺有趣 嫂子让约翰不要猴急 等晚饭后再偷偷过来 约翰受不了这复杂的关系 忘了赶紧夺门而出 却正好撞见了路过的妹妹 但妹妹却并不惊讶 只是停下来骂了一句 真恶心 约翰不敢过多停留 准备尽快离开这混乱的地方 可刚下楼地又碰到了女仆 女仆一脸严肃 非得让他去见母亲 约翰无奈地接过女仆手中的盘子 让他在前面带路 但母亲也没认出亲儿子 只顾问约翰新合同有没有谈妥 约翰憋了半天 不知该如何回答 只好姓和胡周说 已经签了合同 母亲很满意约翰的能力 并且顺带鄙试了 傅少爷懦弱的哥哥 说这个家也只有傅少爷 才背得上自己的姓氏 好不容易跟女仆回到房间 妻子却哭哭啼啼地进来了 大家都没有怀疑约翰的身份 只是少部分人觉得他有些奇怪 但约翰被迫说了谎 闷得只想出去透透气 刚出门还没等点照燕 就被女儿砸了一下 女儿称怪约翰不守信用 要是他数到午时 约翰还不上来 他去跳楼 善良的约翰吓得 赶紧悬摸着往小女孩的房间跑去 女儿一下就闻出了 约翰身上的味道与父亲的不同 可他并没有多想 还挺庆幸父亲能回来 因为父上也临走前告诉女儿 如果事情太难办 他就玩失踪 面对女儿的请求 约翰答应 他在离开前 肯定会第一个告诉女儿 这晚约翰和妻子分床而睡 隔日早上 妻子从行李中 发现了写有自己名字的礼物 他高兴极了 想要约翰亲手为自己戴上 温柔美丽的妻子 让约翰动了心 他觉得自己应该留下 享受一下家的感觉 吃完早餐 约翰去往工厂上班 母亲已经把签订合同的好消息 告知了哥哥 现在 工人们不必再担心失去工作 高层的管理者 也对约翰刮梦相看 不过 约翰需在下周 拿出一笔钱支付工人的工资 可他对厂资的情况一无所知 只好彻夜翻看着 所有的报告和财物 妻子见约翰没去吃饭 很贴心地为他准备了食物 约翰对妻子坦白 他其实还没有搞定合同 但当他谈起一个 女设计师的作品时 妻子却突然变了脸色 你看情况不妙 约翰猜测这其中定有引擎 也就没再敢追问 第二天 约翰去找妹妹咨询厂子的情况 可妹妹却言语不善 显然对傅少爷有非常大的意见 约翰不知道其中原因 可他从报告中看出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很重视妹妹之前 和女设计师签署了合同 听到这里 妹妹更加生气了 开口责骂道 要不是傅少爷一直在交局 工厂也不至于面临如此绝境 当约翰拿出设计师的图纸时 妹妹更是气的 正把约翰混蛋 然后摔门而走 早餐上 哥哥向约翰禀报 本周日就是一年一度的家族打猎活动 今天中午 大家要在一起商议此事 但约翰谁也不认识 而且他还要忙着解决场子的难题 所以便拜托哥哥一手主持操办 一向处于弱势的哥哥 有些受宠若惊 赶忙答应下来 随后 约翰通过电话 同意了合作方的全部要求 成功签订了新的合同 他进程去银行核对账目时 无意中看到了份婚姻财产契约 傅少爷的父亲留下100万英镑的银产 要求傅少爷诞下男子 或者妻子先一步死去 才能得到这笔钱 办完事后 约翰准备找女儿回家 之前妻子不小心摔锁了 傅少爷珍贵的纪念盘 他知道 一丈夫的脾气 一通臭骂是少不了的 女儿心疼母亲 主动要求帮忙 于是 这天女儿跟约翰进了城 去找画师修复盘子 约翰出了银行 从路人口中 打听到了画师的店铺 万万没想到 这个画师也跟傅少爷有一腿 画师的主动 让血气放肛了约翰无法拒绝 缠绵过后 约翰打算折回银行找女儿 司机早已猜到约翰的去处 他提前送了女儿回家 一直以后在店铺门口等着 回到家 约翰陪女儿下赃了宠物金鱼 然后和神父聊起了妹妹的事情 原来傅少爷也和那名女设计师有染 而且女设计师还带着 腹中的孩子自杀了 妹妹把这一切都归咎于 傅少爷对自己的针对 所以兄妹俩才会如此的不愉快 晚上 母亲开始好奇 约翰怎么会关心不孕的妻子 母亲对儿媳的意见很大 她认为儿媳的身子骨太弱 生女儿的时候就差点死掉 更别指望能再生一个 她甚至挑唆约翰按下杀手 从而继承那笔巨额遗产 说到这儿 约翰就顺时接过话头 提议把家里的名画卖掉 来晚就尝责 可母亲却说 那幅画其实是赝品 早在多年前 家族就把最值钱的土地和画都变卖了 况且 现在家族衰败已经没法补救了 约翰知道母亲吸毒已久 近几年从不出家门 他不想让这个风烛残忍的老人家 继续堕落下去 便请他出席本周日的家族聚会 尽管老太太觉得 他们现在改变已经太晚 但约翰仍然希望 他能牺牲一天的时间出门见客 之后 约翰当着家人的面坦白 自己其实是刚签了新合同 而且合同中的条款 对肠子不是很有利 约翰想请大家出店前 先渡过这次难关 如果场子倒闭 谁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那么多工人也将因此迎来灭顶之灾 约翰看过女设计师做了报告 觉得用他的方法定能挽救场子 从妹妹口中 约翰了解到 富少爷是一个自私自利 嫉妒心很强的人 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 也不想让别人拥有他没有的东西 所以 妹妹和女设计师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富少爷伸出了魔罩 毁掉了那个由梦想的设计师 同时彻底打击了妹妹 从此再没有人跟他争抢利益 之前富少爷就一直在拒绝 使用设计师的方案 最终导致了今天这幅局面 约翰告诉妹妹 他们不能让设计师复活 但至少可以完成他生前的梦想 妹妹听完这番话 累是顿时夺况而出 这晚 妻子主动向约翰谈摆 自己打碎了盘子 而且十分体贴地为约翰着想 想尽自己所能帮丈夫分佣 甚至可以付出生命 这么好的妻子 终于让约翰情难自已 他爱上了这个女人 喜欢上了这个家的每一个人 当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富少爷突然回来了 他本想趁夜偷偷杀掉妻子 结果就看到了床上的一幕 于是富少爷心生一计 重新计划了谋杀行动 次日家族打猎聚会时 富少爷趁机潜入家中 妻子本就是个善解人意 万事顺从的人 这几天跟约翰的相处 更是让他对丈夫毫无保留 他也早就知道 丈夫对那一百万遗产 寄予已久 富少爷一点力气都没费 就让妻子乖乖写下一束安然受死 却不想这一幕正好被女儿看到 聚会的餐桌上 哥哥第一次坐上手席 招呼着家族里的亲戚们 这一刻 哥哥找到了自信 他的妻子也开始对他另眼相看 这时 女儿前来吃饭 看到餐桌上的约翰有些惊讶 约翰发现了一样 问女儿 他母亲怎么不来用餐 女儿将刚才所见告诉了约翰 并奇怪约翰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还换了衣服 约翰的言顿感不妙 急忙将是往家中赶去 此时 妻子已经陷入昏迷 约翰一脸紧张关心的样子 让女仆察觉到了 眼前的人并不是傅少爷 因为一向冷血无情的傅少爷 发布着妻子赶紧死 医院里 嫂子赶来时 看到了脸部带伤的女画师 约翰一听 马上就猜到是傅少爷干的好事 他即刻前往女画师的住处 不过傅少爷并不在这里 而女画师在和约翰亲密接触的那一瞬间就知道 约翰和傅少爷不是同一个人 他告诉约翰 傅少爷此刻就在场子里 于是 约翰立刻来到场子 请求傅少爷不要伤害妻子 但高傲的傅少爷 却只把约翰当成了贪财的小人物 说把便掏出枪 要跟约翰换回身份 脱衣服的过程中 约翰对傅少爷说 上周是他一生中最名号的时光 傅少爷简直是身在府中不知福 可是 在傅少爷眼中 家人们都极端自私 除了他们自己谁都不爱 就在傅少爷要痛下杀手的时候 约翰突然抱起反抗 然而牛打在一起 难分彼此 打斗中 一声枪响 傅少爷死了 活下来的约翰来到病床前 看望了妻子 一旁的嫂子 很感谢约翰 让哥哥重拾自信 哥哥现在对生意很有想法 还打算带嫂子 去其他国家开阔事业 妹妹也同意接手场子 条件是 约翰不得插手 必须全权交由他和哥哥经营 约翰自然求之不得 毕竟他不懂经商 况且他这次回来 也是准备和女儿做最后的道别 却不想 女仆居然拦住了约翰 女仆从白天的事迹 和女儿的描述中 断定约翰根本不是傅少爷 傅少爷是女仆一手养大的孩子 可后来 当傅少爷长大 都没正眼瞧过他 女仆也很爱这个家 他真切地感受到 约翰就是这个支离破碎的家 女仆问约翰 傅少爷是否还会回来 约翰回答道 永远不会了 紧接着 女仆意味深长地告诉约翰 不是谁生下来都是王子 但有时候 命运也能决定我们的生活 女仆的一番话点醒了约翰 于是 她以傅少爷的身份留了下来 现在 家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冷弱冰霜 大家都喜笑掩开 互相关心 十分的幸福和谐 而且妻子也再次怀了孕 影片最后 全家人围在电视机前 观看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仪式 约翰本来是被傅少爷当成替罪羔羊的 却阴差羊错之下 假的成为了真的 他的出现改变了四分五裂的一家人 同时也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 自私的人看谁都是自私的 心中无碍 就感觉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 殊不知 他就是锅里的那颗老鼠屎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